trif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美的方程式 我是節目主持人Martina 現在現在的天氣很濕熱 正面對著一個轉圍問題 這種種的成因亦會令肌膚出現很多問題 例如有一些乾淫 甚至乎嫌滽感的情況 這次我們會請來這方面的專家Margaret 來跟我們講解一下藏水波技是怎樣的 Margaret 你好 Tina 你好 其實我們剛才提到 現在的香港天氣都是很反常或者轉換得很快 我們就會很不容易乾燥或者容易敏感 但出現這些情況 我們可以怎樣拯救自己的皮膚 其實現在在轉季的天氣 其實水份真的每個人都需要 但坊間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產品 夏天要主軸美白 其實現在秋天來說 我們需要再做補水和滋潤 甚至不要令自己皮膚因為天氣乾而敏感 所以我們會比較著重水份的補充 其實在過去我們關於補濕這方面 是有哪幾種方法的 其實來說基本上如果我們在過去來說 通常我們會用一些最傳統的顏色補水 譬如說透明質酸 其實可以令到皮膚會有些水份 不會因為這樣而爆炸 其實去到最後一些的 其實都有一些廣告 我們都會有一些叫做鎖水的科技 即是鎖水水份 鎖水門不要走 就不要讓它流失 對 不要流失 到近期更先進的就是儲水 儲住水 就不只是鎖住了 只儲住水 讓它慢慢溶 即是儲錢 所以剛才提及到 你最新有一個叫做鎖水科技 是 其實這個鎖水科技 又是甚麼 其實這個鎖水科技 是在2007年 是一個法國研究出來的鎖水科技 最主要是令皮膚 自己產生水份和養分 沒錯 其實來說 例如過去來說 剛才所說的鎖水 補水 儲水 都是一些在外來 放入皮膚裏 而創水科技來說 就是令細胞 可以自我產生水份和養分 即是自己產生一些水份 沒錯 其實這才是我們長久需要用的東西 因為始終可能我們靠全面膜 全部都是由外移到進入我們的皮膚 但如果我們自己懂得去 真心滋生一些水份出來 就更加是可以完美一點 沒錯 因為這樣來說 起碼你不會說因為你不擦 譬如說我遲了一個小時擦東西 有些人就會覺得 已經起肝紋了 但如果你用創水科技的護膚品 其實它已經儲存在裡面 而且它自己也有一個記憶 對 所以它也可以做了一個 自己產生的水份 去滋潤我們的皮膚 就可以將經過以前 可能過去的保濕方法 再加上近期的保濕方法 但是再加上這個創水 就將這幾樣東西 混合在一起 就是直接自己去處理了 我們缺水這個問題 是的 但其實創水科技 這一類型的產品 它是有什麼成份 裡面是怎樣提煉出來的呢 其實來說 為什麼這個科技可以 好像魔術一樣呢 其實最重要 都是有一個木縮的成份 其實木縮是一種草本植物 因為它能夠有一個自我 一個叫做產生養分的能力 為什麼會這麼神奇呢 因為它的根裡面 其實有一個叫根柳菌 根柳菌 是的 根柳菌 其實根柳菌的特色 會令到有一個叫做 產生的共生作用 其實共生是一個叫做 就是好像一個知識的傳達 譬如說我的皮膚 有沒有發覺 有些人用吸油脂會越用越油 是的 因為你吸了油的時候 皮膚不夠油 那個腦就會 自己自動發一些信 說你的皮膚不夠油 對 所以就再出一些油 給我們的皮膚 反而就越麻 越麻就越油 是的 而根柳菌的作用就是 有一個是令到細胞產生一個共生作用 去到細胞的底層 刺激到有一個叫做交流 是的 譬如在水分的交流 交流交換交替 而是令到細胞可以 可以換成細胞 令到細胞 你要生抽水分 是的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植物 一個特色 而在錯水科技來說 也是因為用了這個植物 而令到那個產品可以發揮這個作用 是的 其實我們一般 可能說要需要保濕 可能是真的會脫皮 那我就覺得 我要需要保濕 我太乾了 但是其實普遍來說 一般女性 我們在留意自己 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才知道自己真的缺水 需要保濕這個狀況呢 其實來說 保濕是一年四季都要的 是的 因為有時夏天 那些人就會覺得不覺 因為熱 出汗 其實你出汗 那些汗都是水分 但是其實來說 你會發覺 夏天有些人都會起一些暗瘡 其實起暗瘡不一定油分多 水分不夠都會起暗瘡 所以其實在一年四季來說 其實水分很重要 不是只有乾的時候 看到有紋了 我們才要補水 那時候只是急救 不是唯一叫做保養 而且敏感皮膚來說 很難鎖住水分 因為皮膚太薄 很容易流失 很容易蒸發 所以有些人說 有些人因為敏感 覺得紅很想美白 但其實來說 都應該先補水 強化皮膚底層 才會再做其他事情 因為有時 我聽說 你會以為自己出油 所以是很油油性的皮膚 但其實在某種情況 是因為你太乾 乾到身體自己裏面 就好像剛才我們所說 就像用棉紙抹了 所以才會再出油 所以我們都要分清楚 究竟我們是乾到出油 或者身體都受不了 要這樣 還是本身真的沒有問題 保濕成份已經足夠了 沒有缺水這個狀況 所以自己都要很了解 自己的皮膚狀況才行 其實來說 如果你是選擇了 一些適合的產品 其實產品來說 都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譬如說 有些會帶一些酸性 有些會帶一些比較匯藥成份 所以其實來說 選擇自己適合的皮膚 但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用了起碼沒有敏感 其實第一件事適合你 對 因為敏感是比較嚴重 沒錯 暗瘡可能都會 真的擦一些消炎 你會比較快就退 但敏感 尤其是敏感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麻煩 就算你可能痊癒了 但因為你的皮膚 可能吃藥 又或者是塗一些藥膏 去治它 但可能它的底層 根本就是 已經令到自己的皮膚 很容易 一有少少問題 就再反發一個敏感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很重要 尤其是敏感 其實不應該真的 用一些美白 或者是刺激成份 比較多的護膚品 因為其實來說 你美白的成份 很多時候都會加上一些 美白的元素 譬如某一些酸 因為其實是一些酸性 才可以令皮膚的色素減退 這些都會刺激到皮膚的一件事 因為它酸 就可能更加刺激 我們的皮膚 其實可能是 將表面 很骯髒的東西刺激 對 沒錯 但當敏感的時候 可能你將 你僅如保護自己的皮膚 都拿走了 更加容易 再發出一些敏感 其實你們保濕的產品 跟我們普通 一般市面上 買到的保濕產品 有甚麼分別 其實我們的保濕產品 最主要就是 都是用創水的科技 將產品帶到皮膚 去到細胞底層 其實我們的 不是只流於皮膚表面 都會令到細胞底層 能夠產生一些水分 和營養出來 其實我們是做一些長期效應 不是說用一兩個月 或者甚至三四個月 就覺得沒有效 其實我們的產品 是越用越漂亮 對 因為很怕 就是有某部分的護膚品 不是說它沒有用 可能我們當覺得很乾燥 或者可能潤手 那一刻塗上手 其實真的有它一定的功用 沒錯 但某程度上 有時可能我們會發現 用一些護膚品、產品 用效會發現它沒有了這個功效 是否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 它表面的功用 所以我們塗得多的時候 其實身體上已經接受了 就已經再塗 好像功用又沒有那麼厲害 或者功效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因為有很多產品 基本上活躍成份不夠強 還有一些叫做長效的成份不夠強 譬如我們剛才一開始說 一些叫做透明質酸 其實表面吸水而已 很快就會流失 譬如我們產品裏 有些叫做水通道 水通道也是長期效應 其實水通道是令細胞 好像飲飽水一樣 像是長博博 那你的皮膚的光澤便自然出來 是的 那真的在講一個長期和短期 即是急救形式 以及長期有紙巾有自本的形式 沒錯 其實你桌面上 那麼多種都是保濕的產品 沒錯 沒錯 我們一些創水式科技的產品 無論是面部 那其實身體方面 會不會都有保濕的產品 給我們的身體也有一個水分 因為其實身體來說 保濕的程度 沒有急救的緊迫性 沒有身體那麼重要 因為身體始終有衣服去遮住 你們不會那麼容易 去將水分流失 但面部我們俗稱叫拋頭露面 在這裡 對 有不需要嗎 夏天又對著頸子 這麼脆弱 我們需要急救的情況就會多些 所以我們會針對面部 對面部的處理 以及美麗的成分 會放在臉上 我們聽了這麼多關於創水科技的資訊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談 可侯 陳詠宰在為你做到最好 传统粥面 怀旧点心 米之年升级食苦 正豆粥面专家 抗粹老食什么最好 超级营养食品 新大摘有机螺旋组粉 和有21种氨基酸的 爆油药 至尊老水响于全球 滋味和干 飞升国际 潮式美食堪清霸 厨房拿手色香味 潮味居 订坐电话2834-6669 除菌、防媒、辟味 一枝被长炭 淨化家居没有困难 全港唯一被长炭专门店 炭资源 全港首创 汽汤油水烧龙虾 特价38元 还有避制五色生蠔 和过百款烧烤入地选 想试一下如何将 川式烧烤融入港式风味 那就快点来 佐敦的龙虾销试一下 订坐电话 2780-0088 淘淘酒 层次鲜明 而且千变万化 威士忌被英国人 誉为心灵之水 Brandy 是成熟男士的必然配搭 各各名酒 我们一一世味 由品尝美酒 到二味酒入炸 体会醉人魅力 酒运全世界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问我喜欢做什么? 当然吃东西啦 我并不许学 但我一点都不许 这么多美食 当然要做一推荐给大家了 当然会找到成州命厨 跟大家一起DIY 记得依着我Civian 就每天都吃得开心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美的方程式 继续有我Martina 还有我们的嘉宾Margaret 在上一节我们就提到很多关于 创水科技的概念性 其实Margaret 你带了很多不同的产品 可否介绍一下究竟是哪一类型的产品 可以看到桌面上有不同高低低的产品 其实我们从洗面开始 产品已经有创水科技在 除了我们的科技之外 产品亦有不同的活药成分 比如说我们洗面也有两种 比如说我们有洗面的牛奶和酒 洗面奶来说因为含有风黄乳 对 风黄乳 对 风黄乳 所以来说如果我们洗面的时候 洗完之后你不会觉得干 对 而在夏天来说 譬如有些人不太喜欢化妆 而且比较柔一点 想爽身 他们都会建议用洁面遮理 对 因为洁面遮理 我们的成分有一个震静作用 因为暗瘡皮肤也有敏感 是 那就会立刻降红 对 这样 其实最重要很多时候都是降红 没错 因为我们化妆的技巧可以遮瑕一点 但红这种东西会遮不了 就是暗瘡印 或者你可以用一些遮瑕笔去遮一下 遮一下 但红色因为它慢慢会透出来 就算你塗了粉底 然后它也会浸出来 也会浸出一阶 但不能够 我知道你的产品除了补水之外 令到它滋身一些水分之外 其实有一个活化功能 是 活化功能究竟是什么呢 因为活化功能 因为我们加了一些很活弱的成分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我们知道的美肌水 其实我们有一个复活草成分 是的 因为复活草是一个沙漠的植物 它能够可以 比如说在98%没有水的时候 它也不会敷死 是的 它几个月也不会敷 其实采用好像先人掌的穴 在身 在身 是的 在身的特质 所以令到其实落到皮肤里面 也可以刺激一些细胞再重生 是的 所以这种都为止 又可以滋水水分 是的 又可以令到它活化一点 是的 没错 有这个洗面 接着有剑面 还有一个 我们结完面之后 会塗上去的 是的 类似是否爽肤水的用法 类似呢 爽肤水通常是碳明质酸 但我们除了碳明质酸之外 我们加了刚才所说的 復活草的成分 嗯 所以就更加淡和 令到自己的皮肤 或者哪个类型的皮肤 都容易接受到 其实所有皮肤都接受到 嗯 因为落到细胞补水 是的 那就是 那除了这几样 我看到有很有趣 又有圆形 又有致妆 那圆形那样是什么 其实圆形是一些收护箱 是一些收护箱 类似有些奶油 是的 其实我们有三种不同 美白 控油 以及抗皱 是的 其实我们的美白 是定点追击的 是的 就是看到 不是说 有些人说 我查了美白这么多次 都不觉得有效的 是因为底层白的色素块 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就是说 我们的美白 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用了 都是一个定点追击的斑 是的 定点追击的色素 令到色素 就是不会因为底层白得快 而感觉没有效果 是的 其实呢 可能这一种cream 其实你说有三种 但是呢 有时我们就很贪心 可能我又想美白 又想保身 其实在塗这些cream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混合来用 可能我三种都塗在面上 可不可以的 还是要分回情况而定 其实呢 女性比较贪心 女性比较贪心 其实可以的 因为通常来说 早上 甚至冬天 其实那个皮肤 都不会是一个 就是比较活跃的状态 其实来说 有些人可能冬天都会觉得 想要爽的 是 即是早上可以塗美白 或者一些 蓝色可以塗控油 然后晚上就塗保湿 哦 今天将它们都可以分开 尤其是可以 你自己喜欢混合浴 都可以 就视乎你那一刻 看看你自己想要些什么 那后面这一枝又是什么呢 那后面那四枝银色的呢 就是一些我们眼的黄牌 黄牌眼 和就是一个抗氧化的精华 是的 因为我们眼睛也有分三样东西 是 精华 眼睛的修护箱 和眼睛的修护啫喱 是的 但其实修护箱和修护啫喱 有些什么分别呢 其实眼睛的修护箱 针对黑眼圈 是的 针对色素 是的 而眼睛的修护啫喱 就针对我们的闻 和我们的提升 是的 那就是有它们各别 不同的功效在 是的 也就是自己要用什么功效 是的 有些人就说 我又有眼纹 又有黑眼圈 那怎样呢 其实可以先将眼睛的修护箱 打底 再塗上啫喱 因为它们两个的方法是混合的 所以就不会有一个排斥作用 就不会有一个冲突 没有了 另外右手边 我就看到有其他 圆圆的产品 这是什么 这几个 你只是这个 是的 其实这几个就是我们的日伤 晚伤和抗氧化晚伤 是的 其实这几个都针对保湿多些 针对一些活性的水分多些 是的 不同 刚才我们圆圆的那些 就会针对一些问题性的皮肤多些 是的 其实我们左边刚才看到圆形的霜狀 其实我们可以当它是日伤 日晚伤可以用 可以日晚这样用 收护箱的功能性更大 另外这边就是晚伤 是的 有分日伤晚伤和抗氧化 即是哪种类型 总之整套我们需要护肤的产品 都已经有在这里了 是的 我看到最后有一支又是优伤 这支是什么 这支其实是我们的黄牌 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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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什么功用和成分呢 其实来说它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有木束 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一个 创水科技里面的一个物质 可以自己制造水分和氧分 以色高粮汁 是令皮肤瞬间立即去闻的 塗上去 而且会收紧作用 皮肤提升的 所以其实塗下巴位 雙下巴也没有那么容易出 是的 还有一个叫植物消肝唇 就是令到肌肌的细胞重新 是的 所以这一个 其实大约7至14天 整个皮肤的光泽和紧致度 都会出光 都会很明显地看到 是的 很明显地 其实皮肤会出现这么多类型的问题 其实最明显我们要关注的 是否就是这个保湿 就是锁水这个问题 其实根源所有的东西 皮肤 因为水分 有水分就是有氧分 有氧分 皮肤就健康 是的 其实有很多皮肤的问题 都是一些表面的险症 如果我们的底层可以解决到皮肤健康 细胞健康 其实很多问题都不会浮现 对 就是等于孩子的皮肤 它不会有斑 是的 因为它细胞活长 是的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可能皮肤表面上出现一些问题 只是一个讯号 告诉我们的底层 其实可能真的有很缺水的状况 是 你才会产生这些问题 是 可能我们暗瘡的话 就是可能我们怡气 吃太多煎炸东西 不要再这样 是 所以它才会衍生这个暗瘡出来 是 是的 其实除了女性 我们需要很关注这个皮肤之外 其实现在的男性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是 那你们的产品 会不会是有分男女 还是说其实男女也适合用的呢 其实来说我们的皮肤 一补水来说 无论男女也需要的 嗯 其实在男性来说 都会着重她的干爽程度 还有就是不要油腍腍 就是等于听完手提电话 哇 要抹一些油的 在表面那里 所以来说我们的结面来说 洗面啫喱 其实都很适合男性用的 因为它可以即时减低 因为一些暗瘡 走蜜 令到她的皮肤有发红的现象 还有我们一些有控油的收护箱 眼的啫喱 其实来说 塗上她的皮肤 除了可以收护之外 其实感觉是很干爽的 嗯 其实不同皮肤状态的女士 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告诉我们 不同状态 即是不同状态 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自己的皮肤 其实来说 首先一件事 因为香港人很多时候很夜睡 嗯 但其实12点至2点 是一个很好排毒的时间 如果能够在这段时间睡到 起码皮肤内的毒素不会积聚 是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比如说在清洁的程序 譬如说我们做完一天 无论有没有化妆 其实都需要去彻底去清洁皮肤 因为香港的天气都比较脏 如果你清洁得不好 再塗一些东西下去的时候 只会有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将一些东西 蓋着一些的脏东西 这个皮肤的死皮层就自然会厚 但是厚的时候 无论什么问题都会出来的 嗯 那说了这么多了 其实这个卸妆和我们去做一个护理方面 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正确的步骤 我们应该是由什么开始呢 其实来说 以一个职业女性来说 其实有卸妆 比如说有卸妆 又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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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卸妆油 比如卸掉一些化妆品 然后用一些温和的洗面 就是洗面奶油 洗面遮妻 然后最重要的是 在过水 就是用水洗的时候 最重要用温水 用温水 不要用热水或者冬水 因为温水可以令皮肤的敏感程度 减到最低 是的 然后再用一些爽肤水 有些人因为觉得爽肤水 我怕而已 我不需要用 但是其实来说 爽肤水正确的用法 就是你倒在棉花上 然后就抹 因为其实可以抹走 你剩余的残留污垢 是的 就反而不是拍照 是的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一些眼影 甚至一些Mascara 其实你再用洗面奶 或洗面遮理的时候 可能会刺激了 在这个情况下 就用爽肤水抹一抹它 是的 其实来说 整个面的 又可以补水 又可以清潔 已经为止完成 一个正确的步骤了 是的 我们听了这么多 关于这个创水科技 首先很感谢Margaret 和我们说了这么多 别客气 如果观众想重温我们 今集可以上 www.apris510.com.hk 又或者是可以用你们的智能手机 上App Store 下转Aplus510的Apps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跟观众说话 拜拜 拜拜